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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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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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白球 新一丝算的很准 利用绿球挡到了左侧 然后咖啡挡到了右侧红球 没有回球的线路 火箭一户来解球堆 感谢观看 两位球员在第一阶段要打满八局 目前的比分是西金斯 3比1领先火箭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双方球员在下半阶段的表演 右侧红球 还是漏了一个长台机会 没有 火箭的机会来了 左侧的底带红球 但是看一下它身体是不是舒服 这个位置还可以 直接来较黑 8位置 8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是的 火箭加油 一步弹起 左侧红球继续 24 高杆 中弹也有 这场球的摄像还是比较专业的 前几场有 个别的两三场摄像 还是导播的问题 确实让我们看球也是 特别郁闷 看得不舒服 25 这一看就是有经验的摄像 当我们想看哪一杆球的时候 或者哪杆球有没有的话 他会第一时间把视角切到我们显看的位置 右侧红球 推下来 还是黑球 手机有点不舒服 这干法能不能控制啊 手架确实是比较不舒服的 需要发力 可以 37 K球队 左侧中带 没了 选择防守 白球可以两户下来 这个薄边下来 直接下来可以 我是觉得他跟他跟K球 有点快 应该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也好一点 没有犹豫 直接K球 你先看一下白球和红球的关系 其实刚才的几杆球 火箭打的还是可以的 就是最后一杆K球效果不好 对 运气不好 领下了44分 领下了44分 欢迎大家 看到了很多朋友 进入到直播间了 大家早上好了 现在是4点20分 这场球 奥查利文对阵西金斯的比赛 是本届世界赛的 半球赛的第二场 第一阶段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出问题了 火箭的机会 有点厚啊 吸引寺这边呢 在线了经典的动作啊 舔舌头 红球推移裤啊 直接起来继续较黑 选择低竿了也可以 火箭是比较喜欢低竿的 然后导致呢 小特 小特也是特别喜欢低竿 因为小特呢 是火箭的球迷 在小时候 所以说他是 打法呢 有点 学火箭 在前半夜呢 我们也是直播了 小特和 威廉姆斯的比赛 能低竿 绝对不会高竿 绝对不用高竿 16 不是打法啊 是这个低竿啊 习惯用低竿 嗯 17 超分了 我们俩67分 25 可以编户的红球 嗯 冰带啊 左侧底带还可以继续 32 33 40 追上一局 41 明显节奏快了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火箭就是这样的啊 一旦这个感觉好了 就是节奏就明显加快 特别明显 48 嗯 对 都是75年的老哥哥 没错啊 嗯 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过了啊 两位球员呢 都是75年生人 然后同是92年 转到的职业啊 目前已经在职业赛场 征战了30年啊 整整30年 两个球 星星相惜啊 好的 可见追上一局 2比3 30年的老对手啊 30年的老朋友 而且本届的市井赛呢 753节是三位同时进入到了四强 也是很难得的一个画面啊 好的朋友们 大家利用局限休息的时间 继续点一波订阅啊 主舞台的朋友们 主舞台的朋友们 需要搜索一下 加加台球四个字 在屏幕的右上角啊 这四个字 大家需要搜索一下 点击订阅啊 进入到我的个人直播间 大家多多支持了 我是今天官方主舞台的解说员 加加台球 喜欢我解说的朋友呢 大家支持一下主播 大家把订阅走一走啊 对 需要搜索一下啊 搜索一下加加台球 在屏幕的右上角 这四个字啊 进入到我个人的直播间 点击订阅 感谢大家了 继续来看球 双方的第六局 基因斯的开球 白球成底 可以利用这个上方的红球薄边啊 利用绿球挡到下方的这颗红球 控制好角度 分四个阶段啊 八八八九 白球成尾 很多球 分四个阶段啊 谢谢大家 西金斯利干主要是为了回白球 但是我们看到白球的位置 左侧的红球可以看到的 单颗红球 这颗也有吗 现场的手机铃声太多了 这个还是钢琴曲 这个还是钢琴曲啊 没有 下方的红球啊 有薄球的需要架杆 非常的薄啊 白球怎么样 这个位置呢很难受 虽然说绿球可以打 确实这种薄球呢 白球是容易失控的啊 只能算一个大概的白球位置 进攻 准 这颗红球 镜头交代得很清楚 是有下的 中尼干的横台 有了 直接K球堆 不好 西因斯也应该是看到这个角度 刚好适合K球 选择K球了 实际上他可以选择单轿的 自己也是摇头不满意 这个球质量一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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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火箭的中带 中带的稳定性会确实好一些 完全靠力度来控制 交到下方的小面 谢谢 谢谢 带球队漂亮 仙女散花 谢谢 谢谢 抵干仪库继续叫同一颗球抵带的红球 22 选择地干两户了 脚不偏大 嗯 4 30 还是要中带啊 角度还是挺大的啊 还是中带 准 白球控制传起来之后 准度这方面确实是可以的 但是白球位置呢稍显尴尬啊 还要攻 不错的 感觉找到了啊 火箭 这几个人中带球啊 确实是处理得很好啊 这是完全个人能力了 。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火箭的思路和常人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刚才英方的解说 给出了两个白球应该落的一个大概位置 火箭没有选择 之前也是有一杆也没有选择 思路不一样 重低杆 有点小 55 65 两裤 左侧的红球 已经超分了 比分扳平 三平 在中场休息回来之后 连胜 连胜两局 放上了左手 好的 7-6 打一杆翻弹 还有 篮球 现场的球迷兴奋了 82 83 89 91 对 单杆的破板 新一丝这边表情有点小呆滞 若有所思 好的 赶上继续 破板来了 我现在没打一杆破板 就是创造自己的破板记录 不错的 比分再一次的来到了同一起跑线 这个时候呢 巫师 西金斯 要想一想 后面两局怎么办 因为现在 火箭的状态明显上来了 手感也上来了 好的朋友们 大家利用局限休息的时间 继续点一波订阅 我是今天官方主舞台的解说员 加加台球 大家呢 官方主舞台的朋友 需要搜索一下加加台球四个字 这四个字 给大家拉下来 搜索一下加加台球四个字 进入到我个人的直播间 点一波订阅 朋友们 支持一下主播 搜索一下 然后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 我会 只要有斯诺克比赛 都会来到直播间 给大家做解说 大家多多支持了 刚刚来到火牙不久 所以说呢 火牙这边呢 对我的考核压力也是比较大 大家多多支持了 因为这个订阅 它是一项主播的考核数据 大家多多支持 辛苦一下 浪费您10秒20秒的时间 现场球迷啊 现场球迷啊 现场球迷确实还是支持火箭的多 特别明显 西金斯呢 从这方面来说呢 就压力 还是有点压力的 还是火箭的球迷多 继续来看球 双方的第七局 也是上半场的 第一阶段的 倒数第二局 市长之前是在 其他的平台做斯诺克解说啊 做了从一 一二年 然后二二年的三月一号来到虎阳 所以说朋友们对我可能不太熟悉 多多支持大家 准 白球和黑球的关系不错的啊 好球 谢谢大家 Thankful Sir, please 选择粉球 7 8 怎么一上来刚打进红球就有朋友说147啊 对 赢球比什么都重要啊 中带红球 14 来 关键球来了啊 要K球堆了 能不能一杆解决问题 就看这一杆啊 西金斯在上一场呢 对阵小斯基的比赛确实消耗了挺多精力的啊 看效果 配球之后 嗯 不错的啊 右侧可以连接 他在上一场打小斯基的比赛呢 是9点半场 打完之后啊 紧接着2点场 中间只休息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一个半小时时间 然后继续来打第三阶段啊 所以说西金斯应该挺累的 一顾弹起啊 继续叫粉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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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的红球可以继续叫黑 26 一个中低杆 27 这个球形已经不难了 我们一起来看西金斯的抽丝剥茧 33 34 火箭今天的脸色 也有点发红 也不太清楚 现场是一个什么温度 这个 剧院里面 全软不够 14 没了 就出现一点小失误 小的教位失误 然后就断了 还是那句话 西金斯的话 它是这种盘酷教位 还是相对来说 有点薄弱 它还是比较擅长于小的灯杆 小灯杆比较多 对 上一杆球 教位出现了问题 旋转不够 因为这个和它自己的发力特点是有关系的 包括西金斯的球杆也是一样的 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发力特点 包括自己擅长的一个打法 来制定的球杆参数 经常看西金斯的比赛的朋友 大家应该都清楚 西金斯的球杆 它的是道剑纹 是和正常球员的这个剑纹是相反的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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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让裁判清理母球 看得出来火箭对比赛非常的认真 在之前的好多项赛事当中 基本很难看到火箭清理母球的 可以 这是一个传递一个信号 好的 索特红球 是的 现场依然一直有球迷合作 22 22 还是黑球 23 阿弥陀佛 这样的话又多了一个连接 领得很准啊 好球 非常专注 从他擦白球那一刻起 就大家能看得出来 是一个好的信号 38 39 好的 46 47 这个角度呢 可以带一下左侧的红球 看效果 哎呀 最后一下把篮球创走了 这个选择没有问题啊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颗篮球被创走 顶下了15分 再看防守下路了 对还是稳一点吧 防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啊 白球直接下来就行了 本球稍微打得厚一点啊 白球自然的放在黑球后面 网友Sullivan 55 没有做到 领先15 局面还有35分 对 这杆防守质量稍微差一点 还是做到了 一库啊 勾一下红球的右侧的薄边啊 白球继续停到低分值区 对的 看红球 漏啊 这个时候 西金斯的稳定性 非常的关键 不难的啊 加油 西金斯这边也是让裁判清理木球 这都是信号朋友们啊 都是信号 两位学员呢 都很认真 比赛应该这样打的啊 看准度 好的 不错 很舒服啊 找到了舒服的篮球 这杆球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8 火箭的选择没有问题啊 只不过他最后一杆的防守我没做好 白球没有做到红球 没有做到斯诺克 打进粉球 4比3 第一阶段的比赛呢 还有最后的一局啊 目前的比分呢 是西金斯 4比3 领先一局 好的朋友们 大家利用局间休息的时间 继续把订阅点一波啊 主舞台的朋友们 需要搜索一下 加加台球四个字 我给大家拉下来了啊 搜索一下 加加台球四个字 进入到我个人的直播间 点一波订阅 朋友们啊 我是今天官方主舞台的解说员 加加台球 然后呢 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呢 只要有好汉的比赛啊 我都会来直播间 给大家做解说 嗯 多多支持了 朋友们 先搜索加加台球 然后进入到 进入到我个人的直播间 然后点一下订阅啊 辛苦一下 只需要10秒钟到20秒钟的时间 因为我是3月1号来到的虎牙啊 刚来到虎牙不久 还是需要大家的支持的 虎牙对我考核压力比较大啊 大家多多支持 感谢 嗯 走起来啊 订阅走起来 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一阶段最后一局 因此的开球 比分呢 到底是5比3 还是4比4 这个是不一样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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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白球的位置 创到咖啡之后 右侧的红球 是可以攻的 这颗红球 然后可以直接叫黑 当然是一个双刃键 有厚思诺 手架是不是舒服 还可以 感觉还可以 镜头交代的很清楚 没问题 它是直接叫蓝 不错的 火箭上手了 右侧红球 冠军是50万英镑 亚军是20万英镑 然后四强的话是10万英镑 因为四位球员 打到现在这个时候 肯定是10万块钱 10万的英镑 肯定是不满足的 等一户黑球 14 黑球去了上方 对 先把这颗站点的球打掉 15 可以尽快地把黑球调回来 否则的话上分太慢了 避开红球 没有啊 不满意 火箭这边也是敲球台了 非常的不满意啊 连敲三下 选择控制白球 去上方 Roney O'Sullivan 20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嗯 质量很高啊 只给火箭留下了一颗右侧的红球可以看到 好线路 掌声 这杆球是真心的漂亮啊 嗯 两位球员私下里的关系是不错的啊 真的是30年的朋友啊 30年的对手 而且中午饭和晚饭都有可能一起吃啊 一起吃饭 很有可能的啊 包括威廉姆斯 看效果 露得明明白白的啊 这个角度露的啊 刚好适合火箭走位啊 非常舒服 现在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黑球没有回来啊 确实难啊 这杆球确实难 火箭利用了一杆高质量的防守啊 然后逼迫着西因斯犯错 火箭呢 是因为它有流畅的进攻啊 华丽的进攻 然后导致很多球迷呢 是忽略了火箭的这个防守功力啊 实际上 火箭的防守功力是不错的啊 也是很强的 不是不错啊 是非常强 只不过 有些朋友的注意点啊 还是注意在进攻方面 是这样的 7 7 8 退一户 可以来叫粉球旁边的红球 13 非常的仔细啊 看一下火箭对待比赛的认真程度啊 真的可以 对 对 它很少这样的啊 火箭很少这样的 真的认真啊 卯足了劲啊 就像我比赛刚开始说的 朋友们啊 就是 今年呢 2022年是刚好是两位学员转到职业30年的一个时间啊 这仿佛呢 也是一场 带有纪念意义的一场战争 一场比赛啊 刚好是30年 刚好是世锦赛 所以说两位球员认真 没有问题啊 非常的没毛病 无奈打进 老马呢 连姆斯是刚过完47岁的生日 然后西金斯呢 我没寄托的话是5月份的生日啊 5月份的生日 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然后 火箭是12月 12月份啊 最小火箭 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老马是真正的47岁 然后这两位球员目前是46 27 大家可以聊一聊啊 关于威廉姆斯呢 现在是7比1啊 1比7落后小特 大家可以预测一下啊 嗯 威廉姆斯呢 和小特会是一个什么走势啊 也可以聊一聊啊 够准带开了球堆 确实分数落后的还是比较多的 准篮球继续连接 准篮球继续连接 可以 如果这杆球呢 完成超分啊 甚至拿下 这个比分呢 大家也都能接受啊 从两位球员来说 包括球迷来说 也都能接受 嗯 白球 哎呀 索带 中带还行啊 右侧底带也可以啊 但是左侧两颗呢 不太舒服 嗯 还可以 可以下杆啊 40 没什么问题了啊 46 47 嗯 没问题 是的 之前打艾伦就没有这么认真 是的 对手不一样啊 嗯 59 60 嗯 60 60 对就这一会儿啊 擦了三次球 是的 68 应该说火箭的球迷也是非常喜欢这个 嗯 这么认真的火箭啊 嗯 没问题 中带红球 74 75 非常有机会完成破百啊 4比4 85 嗯 嗯 嗯 85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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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完成过百 好 这个比分啊 可以的 4平 嗯